好,那我们来示范一下怎么样子让一个本来没有的面变成有 我现在如果现在进入编辑模式,我按全取消,对不对 那我选一个面,这个面呢,OK,我把它拆了 我按S,那Delete Face把它拆了 那你就会发现现在变成一个盒子,而且顶部是空的 那我怎么让这一个,当然我现在按Ctrl Z它会回去 如果我已经确定了这个模型,已经经过很久了 我怎么样让它这个面再重新建起来 那这个方法就是你一样选这个点模式 然后呢,按Shift,按住Shift,选这个点,再选这个点,再选这个点 再选这个点,你四个点选起来 就是你想形成的那个面的那些点选起来 按F它就会把那个面呢,补回去 那这样又回到刚刚的那个,一个盒子的情况 所以你如果要,要把面补回去 先把它周边,你认为要形成面的那些点 抓到,然后选起来,按F就可以了 然后选起来,按F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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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